行政長官梁振英四年前假3月25日以689票當選行政長官 當選四周年的前夕 當年的競選辦副主任劉炳章 就放風梁振英是有意爭取連任 梁粉後援會齊心基金 星期二就安排劉炳章 和部分傳媒查序 本台就未有獲嬌 以綜合傳媒的報導 劉炳章就大讚梁振英四年來的表現 還說除非中央阻止 否則相信梁振英會競逐連任 正在海南出席博奧論壇的梁振英 在李克強和港澳代表團合照時 一直陪伴在李克強旁邊 去到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紅時 更停留了交談超過半分鐘 梁振英解釋 向李克強介紹 上任無奈的楊偉紅 和創新科技的發展 並沒有談到自己連任的問題 明年今日下任的特首已是塵埃落定 政圈原本預期 月初在北京舉行的兩會期間 就著特首跑馬仔會收到一些貼士 最終都是水盡鵝飛 令到各方人馬都未夠膽下注 支持梁振英連任的一派 擁抱著一個共同的原因 就是指香港目前的亂局 一定要走硬路線才能夠管治 而梁振英就是不宜之選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時 就提出打鐵還需自身額 主張嚴正勵志 梁振英一直都被視作為他的同道中日 不過四年後的今日 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吹暖風 連任的機會又是否會有改變 政壇中仁分析 中央對港的路線是剛是由 不能由一兩次的領導人講話作實 尤其是未來五年的方針 更加不能輕然決定 又認為中央目前仍然未有決定 因此人選都未講得準 暖流其實已經由北方吹到南方 亦都影響著天馬南的一些作風 梁振英去黨慶搞難的 林鄭月娥調動立法會議程 曾俊華就大唱憑著愛 齊齊搬隨著暖風看沙圈度伏 明天要令人都提供不上